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这个余医师也要分享 卤味经常还有一些辛香料跟卤包 那这些辛香料中医是怎么看的 对 其实你看到那个卤包里面 有像13香那种很强烈的中药味 它辛香料是一个灵魂 那辛香料我们在看 其实它有两大作用 一个是暖味 温味 然后第二个它最大作用是走窜 辛香走窜 我们就是运用这个走窜 常常用在妇科的问题蛮多的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大概他年龄不大 38岁而已 可是他每次做人工受孕 已经失败很多次 那就来中医调身体 其实我们要看一个女孩子 做人工受孕的成功率 我去观察他 问诊他的月经的每次的状况 就可以预测说 他的那个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因为很多女孩子会有个迷思 像我这个病人就说 我每个月都有准时来生理期 而且也不太会惊痛 我应该是很健康 并不是我们在细温下去 会有很多亚健康状况 首先他手一伸出来把脉 你会发现他指甲非常的白 而且催裂 这都是干血虚的体质 而且他在这个反射区 就是我们长根这个反射区 他很多的青筋 这个是我们女性生殖的反射区 一看就知道他里面 可能会有长一些肿瘤的问题 然后果然我问一下 其实很多巧克力囊肿 或者是子宫肌瘤这些问题 那最主要是他的金钱症候群 其实很多女孩子困扰不是月经期 是月经前来 谁看那一个礼拜 常常会脾气暴躁 而且会有一些闷脏感 那个闷脏感会发现在乳房 小腹 他整个就呈现很脏很暴躁的状况 这个干气浴血 其实用辛香料是非常好调理的 那时候其实我们用药用蒸 就是行气活血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告诉他 辛香料如果没有控煮饭的话 这些可以放在一些 比如说下午茶奶茶 像一些香料奶茶 放一点肉桂啊 或者是回香到辛香料 其实可以拿来应用 那我们大概调了一阵子之后 他排卵会比较顺利 因为他之前虽然月经有来 可是他是没有排卵的月经 所以他这样子调一阵子之后 他的生殖科医师 也比较好容易取到一些好软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常见的辛香料 会有分几大类是医疗可以应用的 第一大类其实是比较温和的 就是像橙皮 杀仁 甘草 这个性质比较没有那么热 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用来泡茶 用来比如说煮在药膳里面 他是可以用来行气 然后暖胃 像有些比如说吃冰就胃脏器 这个三个药材都非常好用 然后第二类是温肾 暖肾是肉桂丁香 你会发现有些女孩子 月经来就是腰西酸软 他会跟你形容说 好像我们下半身泡在冷水中 这样的肾虚体质 那腰酸我们用一些肉桂丁香 暖肾蛮好的 第三大类是比较温热 在冬天常吃的八角 茴香 花椒 他就是比如说全身都非常虚寒 从头里面就是那个冷 是从骨头里面冷出来这种 其实这个在夏天不见得适合吃 在冬天其实是蛮适合的 可以拿来这样的应用 那这个于师也要提醒大家 夏日炎炎 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燥热 或者体内湿气很重 那这个时候卤味过程当中的 葱姜蒜或者辛香料 事实上就是调节体内湿气的好帮手 对 因为辛香料那个辛味啊 中医有一句话 辛能行气 气能行水 所以你会发现说夏天为什么那么疲倦 因为胖面吃冰 然后又不运动 体内湿气 那种泪是觉得全身重重的泪 但是它不是说那种生理性疾病的泪 那时候湿一点辣的东西 是能够提振精神的 那其实我们常常用在 不会发汗的皮肤病身上 我之前有个病人他就甘险 他甘险他说他很怕伸出手来 跟人家握手 为什么呢 因为他除了外观斑块以外 他还有一个比较困扰问题是 甘险性的关节炎 导致他的手的手关节都变形了肿胀 而且他遇到下雨天天气冷了 说那个手的关节特别僵硬特别痛 这都是免疫免疫的一些 那个就是过度的反应嘛 那可是他其实因为他不发汗 因为甘险的斑块 造成他的汗腺皮脂腺都有点异常 不发汗的结果他身体非常燥热 所以他本能就很想吃冰的东西 可是越吃冰的东西 他肠胃到寒的之后 他的那个手掌的斑块越不容易好 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中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第一个要管理他的饮食 那第二个其实我看到他的疾病 有大幅度的进展 是他这个七月初的暑假 他带着孩子到日本向下去 大概度假了三个多礼拜 一方面可能心情也放松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跟我讲说 由于他住在日本的乡下 他的三餐都怎么吃 这样都是米饭 米饭啊加一点像嫩姜啊 像一些野菜啊 这么天然的东西 他会发现说他开始有在发汗了 因为他在乡间也开始做一些慢跑啊 那些自从他好好的发汗 回台湾之后 我发现他肝癬处的那个斑块 开始变薄消散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在治疗的策略上 有做一个改变 开始去暖他的肠胃 做一些熏期 因为其实我们肠胃到附近 很多自律神经虫 让他活化之后 让他发发汗 整个人比较清爽 他那个自律 就是说像免疫系统的肝癬 其实的病程进展也会比较快 所以其实我们夏天本能性想要吃辣的东西 要特别注意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 他只能当调味的配角 不能当主食 比如说我们偶尔一些主食 放一点葱姜蒜 千万不要说一大锅的麻辣锅 它里面全部都是香辛料 这个胃 其实尤其在空腹吃的时候 会非常不舒服 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 我们吃辣 注意要吃一些比较葱姜蒜 那种比较暖性的 而不是吃一些辣椒 是心灶 因为其实我们要怎么鉴别 自己吃的辣 适不适合 是吃完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口干舌燥 发炎上火 或甚至痔疮这些东西 如果都没有的话 这些量 这些量还有吃的时间 应该是比较适合 如果说有一些副作用的话 第一个可能要吃药 或者是减少它的用量这样子 而且余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人 这个外食真的很方便 那这个各种取得也很方便 那如果饮食 这个调控不OK的话 事实上会引发各式各样的状况 对曾经有一个那个调查 说过19岁到44岁的妇女 外食的比例高达35%以上 可是一天能够吃到 三份蔬菜的比例 只有3到5% 所以其实严重的纤维值不足 那怎么办 大家都会吃一些调味料 高油或者肉类的东西 那这个样的体质 造成是弹尸体质 对于女孩子的经代胎产 都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这样的女孩子 大概都会产生便秘 便秘骨盆腔压力大 那产生一些 比如说骨盆腔感染 带下反复感染都有 那我之前有个病人 他其实常常反复性的流产 他来那个中医调理 那其他年龄并不是那么大 然后月经有一个问题 常常不规则 他有一次来的时候 跟我讲说 月经已经开了一个半月 拖一个半月没来了 可不可以给他一些催筋 让他比较舒服 因为他身体觉得很脏 那我觉得看到一个月经没有来 我第一个怀孕 我一个怀疑他是不是有怀孕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不可能怀孕 可是我叫他马上验孕 果然就是 就是已经有 所以说其实医师 我们都要很谨慎 不能随便开一些活血药 他可能会有一些堕胎的危险 那我仔细再问下去 因为他太忙了 他很喜欢吃那个调理包 可是调理包里面的东西 都是一些调味料 也没有什么健康食材 他常常调理包 一包就是放在饭里 面里就是一餐 久而久你会发现说 他也是有点肥胖 而且一些感染的 分泌物都非常多 这对受孕的环境 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其实我们要健康 女性的生理要健康 首先我们的饮食金字塔 大概什么样的五穀杂粮 蔬菜肉类都要摄取 而且清淡为主